随着沙特记者被杀案深度发酵,全世界都想了解的一个核心问题,那便是卡舒吉到底是怎么死的。 可惜的是,有关方面总是顽固左右而言他,欲盖弥彰,始终让案情笼罩在迷雾之中。 如今,沙特方面又提供了最新版本的死因。 不过仍然一点重重,据新华社员引路透社报道着,一名沙特阿拉伯政府官员21日说,最新调查结果显示,沙特记者在麦雷加书吉,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,那遭人掐脖子致死。 细事报着失守,关于卡舒吉的境遇,沙特当局一度说他离开领事馆,而后改口在斗殴中丧生,继而推出失守版本。 就这些变化,这名官员解释,参与致死卡舒吉的行动小组是图掩盖真相。 这名官员要求路透社记者不公开姓名,但发布消息,前似乎获得沙特官方某种,由于国际舆论的口著笔伐。 这场刊离美国大片的政治悬疑案,已经预演欲精彩。 本想将此案大势晃晓的特兰府和沙特,也不得不硬着头皮,开始在国际上一唱一鹤。 虽然沙特一口咬定卡舒吉之死,与其无关,但有土耳其在当中紧追浮房。 这位沙特大金主想破财消灾的念想也未能实现。 美国政府给沙特下的72小时最后冬叠即将到期。 沙特方面也不断开口,这是沙特关于卡舒吉之死给出的最新消息。 作为当事国,沙特表现得看起来十分重视,但特朗普却表现出左右摇摆,模棱两可的态度。 一方面,沙特一直想要与伊朗争夺中东地区的领导权,这与美国制裁伊朗的行动不谋而合。 另一方面,沙特土豪始终是美国军售的超级客户,动辄百亿美元的军售大单是美国军杯的重要营收部分。 如果真的对沙特进行制裁,特朗普定会失去签署的一千一百亿美元军火大单,而且要停止沙特与美国的全方位合作。 这对特朗普这种不赚就是亏的人而言,实在难以接受,况且一旦实施制裁,沙特极有可能倒向俄罗斯。 要知道,俄罗斯在叙利亚上市已定,伊朗与美国反目成仇,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掌控力正在变弱,现在又正值美俄交锋关键时刻。 制裁沙特就等于军手将大金主送给战略对手。 皆是俄罗斯、伊朗、沙特和土耳其完全有可能联手,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加顺步难行,这显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。 事实上,沙特方面也在试探美国反应,从沙特当前局势来看,沙特王储其实不愿意与美国闹得不愉快,美国现在和伊朗正怒目相向,利用美国打压伊朗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 而如果真的投靠俄罗斯,俄裔现在处于明面上的盟友关系,那么对于伊朗和沙特之争,俄罗斯很可能是个暗关火,不予表态。 并且,美俄现在摇展震撼,俄罗斯被美国步步紧逼,各种制裁押的俄罗斯已经是尼普洒过河,此刻加入俄罗斯阵营对抗美国。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,鉴于种种原因,特朗普和沙特相互打太齐,都不愿意把关系闹僵,但可以预见的是,不论最后结局如何,卡书及案,都会给美沙关系造成裂痕。 美沙到底会不会反目成仇,就要看特朗普怎么破这个局,严正,多加自媒体,塞平台抄袭,阿尔法军事的文章,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。 如果有需要,请光明正大的联系本号管理员开白名单,不易,谢谢配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